公元十七世纪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两次派遣传教使团前往中国 法兰西开始掀起了中国热 今天从器物到精神 从汉语到中医 新一代的法国人 依旧痴迷于中国文化 体验着中西河壁的别样人生 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的语言 叫康福伴 也去了信心念念的中国 和他在上海 读过了愉快的两周 我还知道中国有 差不多两百多种同学 真有意思 汉语乔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已经有十二年历史了 来自法国十个学区 二十一所学校的中学生 参加了比赛 学会中国话 朋友变天下 是本次比赛自由演讲的主题 汉学家白乐桑 不仅是这项比赛评委 更是发起人和推动者 汉语乔比赛 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能反映 法国汉语教育的发展 今天由来自 法国各地的中学生 包括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 靠近瑞石的有 也有西南 东南 金迪和陆安是一对姐妹 她们曾经和父母 在中国北京和上海生活过七年 回到法国后 她们继续在国际学校学习汉语 这一次 姐妹俩双双进入决赛 大家好 我叫陆安 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 给我取了中文名字陆安 意思是早上宁静的露水 我觉得学习中文 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并给了我新的机会 这些中学生其实自有表达能力 有时候不低于一些其他外语 有的是刚刚开始学不久 其实也能开始张嘴 开口说话 加上他们的才艺表演 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的兴趣 我最喜欢的名声估计是天堂和长盛 什么事啊 形成细细的 我不喜欢富尔戴 我不喜欢自己装饰的 白乐桑曾经是法国国民教育部的 汉语总督学 退休后 她正在策划一部 法国汉学历史的纪录片 今天 她专门约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专家陪诚 查阅研究史料 非常荣幸给您介绍一下这本画册 是当时的国王图书馆 在1820年到1830年之间 把它剪辑定成册子 很珍贵 这就是康熙了 还是他 康熙这个人 这个帝王他非常的开放 他竟然把白晋 是一个外国人 任命为他自己的钦差大臣 他说你回去去见你的路易十四 请他多派一些传教士过来 所以这是千手未有的 从我的那个视角来看 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非常有意义的 里边好像有一个 沈福中的画像很珍贵 他恐怕是 第一个来到欧洲的中国人吧 他这里手里拿着毛笔 就说明这个中国文化的特色 这个文字 他左手拿着天主圣教 说明他是信了天主教的 服装又是这个清朝人的服装 让法国贵族界 知识界 都知道中国人是用毛笔写汉字 所以对汉字在这里的接受 我觉得可能这是很重要 曾经让法国国王 倍感神秘的中国书法 如今已经成为 法国中学生的一门选修课 法国中学生汉字书法比赛 正在进行 汉语老师朱敬 也是本次比赛的组织者 他和白乐桑共事多年 白老师是一个儒学大家 我觉得他的中文 我觉得是很多中国人 都赶不上的 他的那个例子 对我们的学生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鼓励的作用 因为学生都说 中文那么难 我们怎么能学得好 我们就说你看白老师 白乐桑的中文功底很深 他喜欢结交中国朋友 语法作家申父余和白乐桑 经常在一起交流 关于中国的话题 23岁的时候 拿到了一个大喜讯 就是中国恢复文化交流 后来我被录取了 太高兴了 1973年 白乐桑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他就读于北京大学 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着他 他进工厂下农村 深入到中国家庭 去理解中国人的生活 学习最生动的汉语 从此 他的一生与汉语结缘 李祥辈是法国中学汉语老师 他每年都会观摩参与汉语桥比赛 开始学习中文的 我的第一个老师 就是白乐桑老师 他让我爱上了中文 所以我是他的学生 我大概是每年都去 再过两个星期 我就要陪学生去杭州交流 能看到 这是我70年代末 或者80年代的学生 现在能当上汉语老师 而且有的是非常优秀 这当然这是 说实话有点成就感 纪念中法建交55周年 感知中国学术研讨会 正在这里举行 十多位法国著名汉学家 和法兰西艺术学院的院士 集体一堂 这优优养 这优优独立 都会对出发生 一个很随优的 中文的静兴 一谈战很富有很弱的 中文的 三十年 会引起 很多货带 獨立的 獨立的 中国的大型 中国的大型 的 中国的大型 我们看到 这些大型 这些大型 亦凯曾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目前是法国塞鲁奇博物馆的馆长 塞鲁奇博物馆是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 目前正在筹备以中国青铜器为主题的展览 这些名饰导现这个武器的亚洲艺术卷 一体的豬猪人物馆放了一面的英雄 一凯館長策劃推出了很多 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展覽 大概五年前 我策劃了一個展覽 叫韓風介紹的這些文物 他們都在這些 法國初中的歷史課裡面 就是這個展覽的這些文物的查圖 賽努奇博物館 有很多珍貴的中國文物館藏 文物鑑定家隆樂衡 是這裡的常客 這一次他受益凱館長的委託 完成了一份文物鑑定報告 您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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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驚訝的 這是很驚訝的 您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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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是最終的 龙乐恒平时喜欢穿着中式长袍 他迷恋汉字和文言文 像一位隐居在巴黎的老夫子 叙使在中国思想是很关键的 最早可能用在军事的孙子病法 有一篇就叫叙使 一幅画要使要须 一方印也是要使要须 龙乐恒更加注重精神生活 他认为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 就像道德经理说 有无相成 虚实相生 四十年来 中国的哲学似乎融入了他的生活 对我父母当时常常对我们友善玩水 跟文人友善玩水的道理一模一样 中国的山水就是以山为谷 以水为雪 大自然都有特殊的技艺 地形有势 也有一种迹象 为什么古文人特别喜欢山就觉得道理 龙乐恒每个月都会来胜负接十七号的古董院 他和老板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凭借着对中国古汉字的研究功力 龙乐恒能够帮助老板 判断文物的价值和真伪 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 四百年间 瓷器在欧洲的收藏热 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一样的所得的剧场 是美丽的脸 往前脑内扬 我第一次在杭州 飞到西陵印射老市值去看不可 真正的好的印铺本 只有西陵印射才有 结果终于找到这么好的印铺本 买了两百本 够用一辈子 西陵印射历史优求 在中国书法界享有盛誉 隆乐恒曾专门到西陵印射 拜师学艺 凭借深厚的传课功底和优秀作品 2003年 他被吸收成为西陵印射会员 这也是西陵印射百年来 第一位洋会员 闲暇的时候 隆乐恒会去巴黎郊区的艺术村 隆老师 雅安雅安 欢迎光临 请进 旅法画家王杰 在这里有自己的工作室 他的很多作品的致印 都是隆乐恒亲自操刀 上次你给我刻的那张特别好 这次做的一个花展 用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印章 刚给你画的一张 一方尺 一方尺的这种圆的 因为在刻印的时候没有戴帽子 我一半也不戴 这个盖的是什么印章 一条鱼的印章 那是参考周朝的情通系的那些特别相心的文字 龙乐恒最欣赏陶渊明大隐隐于世的生活方式 怕像一个现代影视 沉醉在象形文字的世界里 他的理想是编转一本 法语版的中国传客词典 让更多的法国人 了解中国书法 传客艺术 马亦宜是欧洲中医联合会主席 他比较擅长中医复刻的诊疗 现在他在蒙比利埃 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 墙上的水墨画都是他的作品 我们有没有练习的 我没有练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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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习的 有练习的 那么你会看到 有些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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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关系的 其他关系的 更多的 现在 我们有新的项目 我们要接触 距離蒙比利哀四百公里以外 有一座中世紀的法國古堡 这是马叶乡间别墅 这座中世紀的法国古堡 画室里收藏的都是中国的物件 马叶乙把他们当成宝贝 绘画对他而言既是修身养性 也是对中医的另一种思考 当我们做了医院 我们必须让每一步的解释 在中国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使用更均衡性的角色 更好观察一下 一种画面的角色 再次看一看 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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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些失望 在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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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合适 再回来做医院的课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 马叶仪曾经到中国台湾留学 一位名中医让他迷恋上 中国古老的医学 蒙比利爱医学院 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医科学校 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是首要医学学院的教育 这医学学生成的智商在新疆科学的科学 为了更加深入学习中医 上世纪九十年代 马亦宜专门到中国江西中医学院深造 他经常会和一些学生到中餐馆聚餐交流 如今他在蒙比利埃教授中医 已经二十五年了 我认为有更多提供的治疗 我认为有很多的抗讨论 马叶宜是一位既精通理论 又勤于实践的医生 他兴趣广泛 不仅获得过历史学的博士 还酷爱沐浴制作 多一个方法 有可能有结眶老妈 很明确,非常明确 和一概念朗说 我们平常中的接触 检衣价 一个国际医学论坛 邀请马亦宜 作为嘉宾出席 为了准备参会 他专门去蒙比利埃医学博物馆 拜访一位医学专家 这不是在国际上的议题 然后他们很专门 我们有100年 然后他们很专门 我们有100年 国际医学论坛 逻期举行 马亦宜在这里 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也把中医理念 带给了更多的人 虚与实 物质与精神 犹如人生的两端 如何才能平衡 传道授业解惑 为知行合一 执着于方寸之间 却旷达自然 医者人心 由于义而精于业 虚实相生 在物质与精神 在物质与精神之间 找到人生的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